尸体有来抹头发之类的东西 什么都有 因为贪是源头 所以它有贪、秤、痴、慢、移 这个贪是一个很恐怖的东西 而且是修行里面最大的经济 你们知道为什么贪秤之中的贪在第一个? 为什么? 因为贪业是最恐怖的 贪? 对 因为当你有贪的时候 你会做出一些很奇怪很奇怪的事情 很恐怖很恐怖的事情 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计算满谈的杜远郎秀 我是你们的白 我是Ezandra 我是你们的宋部 我是Saman 那今天呢 我们就要来说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主题 就是叫贪秤之中的贪 贪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个贪是一个很恐怖的东西 而且是修行里面最大的经济 你们知道为什么贪秤之中的贪在第一个吗? 为什么? 因为贪业是最恐怖的 贪 对 因为当你有贪的时候 你会做出一些很奇怪很奇怪的事情 很恐怖很恐怖的事情 我觉得啊 差不多每个人都会贪 对 真的 真的 对 因为为什么呢? 当今天可能你今天有看过买马票的人 买马票的人 他一天不可以断 有没有? 发现很像家里人 很像奇奇怪怪的 比较老一派 他们会讲每一天每一天都要买 因为为什么? 他们怕有一天中了 没有拿到 对 对 然后每次他买了同一个号码 可能十多年啊 就开那一次 这样子 但是呢? 其实哦 他们没有想到他们每一天付出的那个钱 其实就是等于那个钱 对不对? 啊 所以的话呢? 很多人就是很像想要一夜包覆 为什么? 这个哪里来的原因? 因为 为什么贪呢? 是不是? 因为他们不能够接受现在的生活 对 对啊 是不是? 比如说他今天有车有房 但是他觉得他车不够大 他房子不够大 他钱包不够大 对 所以他才会这样子嘛 对不对? 那如果比如说贪心的人 这个贪到底从哪里来呢? 就是讲我们的六根 太常在外面接触 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我们六根嘛 眼耳鼻舌生意嘛 对不对? 这六根嘛 就是眼睛鼻子 但是你嗅到 吃到 看到 听到的东西嘛 对不对? 所以这些六根呢 太常在外面接触 这些颠倒梦想的东西呢 他就是会有这样子的这个贪心 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别人的车比较大嘛 OK 你看到别人拿到这个财富嘛 在这个 马票里面嘛 对不对? 你就是听到别人 怎么怎么样好 怎么怎么样好嘛 所以你会很像来一个对比 比如这个攀比星在这里 所以你有攀比的时候 你就觉得 我这里不好 那里不好 这里不好 那里不好 所以你就来贪 所以贪的根源在哪里? 不知足 当你不知足的时候 贪是阴 不知足是阳 没有 知足是阳 感恩性是阳 然后不知足是阴 贪心是阴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也是有一个阴阳的 所以变成当你有一个贪心的时候 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 因为为什么? 因为当你有贪心的时候 变成你已经蒙住你双眼 比如说今天你赢了一个奖 你赢了一个奖 但是叻 你还要赢更多 你还要赢更多 但是其实这个宇宙已经给你了 你就只有这个命水拿到这样多 有些人买马票啊 对 比如说他买多少档多少张 对 然后 那个奖开来最小的奖 对 哎呀 不够多啊 我要上边的奖啊 怎么不是头奖 二奖 三奖 哎呀 我才买一个而已啊 这样子是不是 所以这个东西他已经拿到了 但是他不知足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是贪心来做的 所以比如说贪心也是有可能 我们除了讲钱财方面 也是有这种贪这些power的 比如说现在修行人很多啊 就是人家啊 我要天眼 啊我要什么眼 我要什么眼 我要什么眼 啊我要这个整个 呃 闲话什么什么 我要这个这个厉害厉害 那个厉害厉害 那个厉害的法器怎样怎样飞 对不对 现在人就这样啊 我要我的法 有什么什么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 全部 然后用牛眼泪涂眼睛 然后等下又拿什么 尸体油来抹头发啊 之类一种怪怪的东西 什么都有 什么东西他们都要试 因为为什么 他们贪那个法力 对不对 当你有这个贪的法力啊 就等于 你已经走错别了啊 因为你就是看到别人有 你也想要有 但是你就是没有 所以你才会去贪 然后你才会去做 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所以当你有这个贪念一升起的时候 你就不由自觉就是 做这些东西 所以很多人讲 拿牛的眼泪 狗的眼泪 还是尸体的油涂眼睛 哎你们想想那个东西 就算它有这样的法力来讲 你不觉得很不为生吗 这个没有根据的东西啊 对不对 他讲是牛的眼泪 但是从哪里来我不懂 对啊 所以有些人可能眼睛就是进医院 有些人可能怎么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这些东西啊 其实你有就是有的 比如说宇宙帮你生下来 你有带天命 你就是有天命的 你就是会注定要去传这些东西 你就是注定会要去帮神明做这些东西 或者是你本来生下来 你就有这个gif 我们所谓巫师就讲一个gif 就是一个从宇宙来的礼物 你有这些东西 本来就有 所以你自己会自然而然都开发的 而不是说你没有你要追求 像普通人来追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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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是可能你没有 所以就算你追求的话 啊像我突然想到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像什么 之前我帮过很多很多的client 因为我们巫师嘛 对不对 我们帮过很多的client 所以之前他们是比如说比较落魄一点 没有钱啊之类 那我们帮了他过后 他反而他已经赚了钱啊之类的 或者是他拿到他想要的东西 已经显化给他了 但是他反而摆我一道 怎么摆我一道呢 就比如说他已经看到这样子了 他反而觉得我不应该拿这个东西 不应该拿这个钱 所以他自己去做一个 然后去骗其他人 这样子 而且他还用真正巫师 真正师父讲出来的话去骗人 所以这个东西我是觉得一个很不好的东西 当然这个贪念是他的因素啊 像你这样讲啦 嗯 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 首先你不管你是师父或者是巫师 你要很多年的修行 对 那这个人呢 他一夜之间可以变成一个巫师 他可能三天 可能他跟你讲啊 我上了一个三天课程啊 怎样啊 他直接马上被一个疗医师这样子 所以很夸张啊 你想一下如果你身体有状况 然后你要去找一个医生 对 这个医生去去 他自己去医病了 然后去上可能三天的课 一夜之间 他去跟你开刀 对 你敢给他去吗 对 我是不敢的 对 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已经在我们这里啊 已经很多了 就是会发生这样子的问题 比如说可能我们帮了人啊 当然我们帮人当然是不要求回报 但是呢我们帮了人过后呢 他们反而会来很像在背后捅我们的刀啊之类 这些其实就是贪的表现 因为呢他从贪 他贪了过后呢 他就有这个称恨嘛 但是他有称恨就有吃 所以为什么贪在前面呢 因为贪是源头 所以他有贪 称 吃 慢 疑 所以他当有一个贪的时候 他就开始会做这种称吃慢疑的东西 对 所以变成呢他就会有因果 但是呢 其实这些都是他的因果来的 就是他可能就是因为有犯了这个东西 可能他已经注定了 所以当然我们身为修行的人的话 我们也不会跟他计较 因为他就是会这样子去做 已经是命中注定 也没有差 对不对 那因果是他的 那我们做好自己 就是自己的功德嘛 对不对 但是呢我们就是为什么会讲这个东西 就是要跟大家重视一下 到底这个贪心有多么的恐怖 其实呢这个贪呢 是怎样开始的 对 一生出来就有贪 对啊 是吗 不是 其实不是生出来就有贪 是因为当你已经生出来了过后啊 你会看到小孩子啊 在学校啊 我爸爸叫Ben Lee 我爸爸叫BMW 我爸爸怎样怎样 我爸爸是上市公司老板 他们就开始有对比 因为呢他有东西好比 就是我想说的 就是六根在外面太久 就是在这个颠倒梦想太久了 对不对 所以当他有这样子的东西的时候 他就有这个贪 所以小小小小孩子现在开始都有这样子的攀比心 当baby生出来啊 他喝了奶啊 他已经饱了 但是他还要喝 这个也是贪 嗯 那就是我们的六根 对 六根 因为有味道啊之类嘛 有看到 听到 嗅到嘛 之类的 对不对 所以当这个贪是一个很恐怖很恐怖的东西来的 当你有这个贪心的时候啊 这个为什么贪心在前面就是因为他就是那么的恐怖 因为啊 贪 会弄到人家做所有的因果耶 都是从贪而来 所以这个贪心呢 很恐怖 就是我们可能比如说 今天有一个人来找我们 哦 我们讲一个故事 就是之前啊 我们这里有一个三星 然后呢 他是做 差不多 像 啊 我不能讲他行业 不然 不可以不可以 我不能讲他行业 但是呢 他是一个做生意的人 然后就是 卖一些能量相关的东西的 然后呢 这个人呢 我们就对他很好嘛 对不对 然后他也对我们很好 因为我们之前 我们就是他有找我做仪式 然后呢 在一个月里面我们就可能帮他放了十倍 就是他仪式的价格这样子 然后放了十倍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对他很好 然后他有就是帮助我们妙啊之类 然后我们就有送了他一个 差不多几千块的金 但是呢 我们有送他很多礼物 但是有一天啊 他看到啊 我们的生意很好 或者是很多人来看我们的东西 或者是我们给另外一个三星一个东西 然后他就不开心 就那一个东西 但是他忘记了之前 我们给他的所有所有的东西 都比其他人还要多 但是这个人呢 反而变成我们的一个小人 现在 然后他也离开了我们妙 然后他也是在后面做了很多小动作啊之类的 所以 这个东西其实都是一个贪 然后贪了就有嗔恨 因为他觉得贪嘛 我觉得你给的不够多 然后呢 就有嗔恨 我觉得你不应该 就是去做这样子 很像比如说 你不应该做这个生意 很多人喜欢你 或者是你可能做这些网红的东西啊 影片的东西突然间爆红 你不应该爆红 他就有嗔恨性嘛 然后就有吃咯 执着去证明他才是对的 所以他才会把人家拉走嘛 对不对 他就有吃嘛 然后就有慢咯 傲慢的性格 哦 怎样怎样怎样 这种慢啊 然后就移了咯 对不对 就贪证吃慢移嘛 全部就这样子嘛 或者是说呢 我们来说一下有一些人 就比如说我们讲一点比较 人性化一点啦 不要讲妙以外的东西啦 不要讲生意上 就是比如说我们说做朋友以外 OK 所以我们做朋友的话 这个人来到我们身边的话 是不是 他就已经带着一个目的性来 对 可能他看到你比较漂亮啊 或者他看到你可能有一些东西可以给他 带着一个目的性来 那你一直给他给他给他 他反而觉得不够耶 对 他反而觉得不够 或者是可能一些老板 他们要请工人的时候 你给他一个工钱 他觉得你一定需要他 他这个工 就很多人讲有没有 那种人讲什么 现在的工人很难找 对 他们全部要做老板 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有一个贪心嘛 因为他不能够接受他老板 可以给他这个工钱 但是他又需要嘛 所以他就很不喜欢上班嘛 对不对 所以他就觉得老板一定要需要我啊 之类的 所以他就有这个贪心嘛 然后有一天呢 这个老板把他cut掉的时候 他又生气 那有些人呢 他很多老婆 那个是贪嘛 对啊 也是贪 也是算贪嘛 因为他没有知足一个啊 或者是可能他老婆有问题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的话这个是有看因人而异 就是他们的心理的想法 发出来如果是贪 他就是贪嘛 对不对 所以这些其实 我们打了这么多例子啊 其实不是要跟大家讲什么 有发生什么事情啊 不是 其实是我们要跟大家讲 用我们的这些 真实遇到的这些故事啊 去跟大家讲 你们可能会想到 你们生活上遇到的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啊 很常见的 几乎每个人都会遇到 因为这个颠倒梦想 就是那么的恐怖 就算你自己对别人好了啊 人家也是会用这样的东西 扳回你 但是你千万不可以 像他们这样子对你 然后对回他 因为他又生气哦 对 是不是 但是呢 这些人呢 就是很讨厌什么 boundaries boundaries是什么呢 就是你哦 就是set一个limit set一个墙壁给他 一个墙壁就是讲哦 你要这样子去利用我 你要去贪我的东西 你觉得不知足 我没有办法一直这样给你 不是因为 你很像 你们有听过一些被宠坏的孩子吗 有 流泪一下妈妈给所有东西 流泪一下妈妈所有给东西 但是这个社会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讲很像啊 你流泪一下我要给完你东西 就是你一直给 一直给 一直给你也累嘛 一直给给 然后他得寸进尺 对得寸进尺了 好像理所当然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东西理所当然 你一直给给给 因为好人就给给给嘛 对不对 给到来 他又觉得不够哦 不够 你给我不够 他就贪 你已经觉得你给他很多了嘛 对不对 你已经给到 到你不能给的时候 然后你就会开始怀疑自己 是不是我做的不对 对不对 通常好人是这样 然后自己在那边内耗 自己流泪 但是其实不是自己的问题 所以忧郁症就来了咯 对不对 都是被这些人弄到的吗 对吗 所以这些都是贪心去开始的 然后就有之类的之类的东西 所以这个贪 为什么在贪嗔痴的前面 是很恐怖的咧 这个贪是很恐怖的 比如说你的生活啊 爱情啊 家庭啊 全部 包括你的物质生活 你的车啊 房啊 钱啊之类的 工作啊全部都是贪 所以啊大家 身为修行人 我们不要贪 我们不要做一个贪心的人 不要像所有人这样子 像永远在颠倒梦想 因为贪 这个东西 是他们的因果来的 你们也不要去逼着他们去改变 因为人就是这样 其实呢 这个贪呢 嗯 你要去修行你的心 这个贪 是第一个最辛苦的 对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会 会遇到 对 然后每个人要去经历 经历过 去经历 有这个考验 除非你住在山里面啊 除非你住在山 就比如说 你有一个男女朋友的话 ok 你女朋友看到 哎 跟你那男朋友说啦 你女朋友跟你说 哎你看他有那个 什么名牌包包 对 这么我没有 我也要 这么你没有办法给到我 为什么我找到你这样的男人 是不是 或者那些女生呢 你的男生就跟你说 怎么那个女生这样漂亮 穿这样衣服 你就包到像粽子这样 就不美 对 所以这些是贪不自主的 对哦 家人也是有嘛 那些爸爸妈妈 怎么你没有考 我跟你说 我跟你们说 我的小学的朋友 有一个很可怜的 为什么呢 他考99分 他要给他妈妈打 知道吗 99分 在我们的认知里面 是一个天才的东西 但是他们妈妈还是觉得不够不够 你一定要100分 就是贪心 这个是贪心了 对不对 太贪心了 所以这个贪呢 不只是会伤害你 也会伤害你 对 而且伤害到别人很重 所以大家啊 你们知道吗 这些全部啊 这些恶意的东西啊 这些因果的东西 你不是伤害你自己 因为你贪的话 你没有 除了伤害你自己 你的因果会到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 你伤害的是别人 知道吗 所以的话 别人 你们不要相信这个 这个真的是不是因果 尤其啊 纤世报很恐怖 那些赌徒啊 如果他贪 贪了是不是伤害到家人 对 伤害到老婆 对 也是伤害到自己 对 这个是最恐怖 要家破人亡 真的 所以今天为什么 我们要讲贪秤次 我们要先讲贪 因为贪是一切根本的根源 因果的根源就来自于贪 所以不要做个贪心的人 ok 好不好大家 然后 好 谢谢蔡师傅 今天分享这个 对 因为这个东西啊 就是很多经历 你知道吗 有时候就很多经历 然后遇到很多这种 我不明白 不懂要怎样去 讲的这种 所以 变成了有时候 我会很像有点激动 所以刚才我跟大家讲的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真实 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过的东西 而且是不公平的东西 但是不是我们做的事情 之前啊 我们可能会有一点内耗啊 是不是我的问题 是不是我给的不够多 是不是我没有那个能力 给到你多 但是其实你想回来一下 我又不是你妈妈 我为什么要给你 对 对不对 而且我有给你啊 我已经给了很多了啊 我已经给你很多啊 而且我给你是情分 我不给你是本分嘛 对不对 但是我给了你 你反而要贪心的 一直去吸干我的血 像那个吸血鬼这样 那到我今天那些血被你吸干 我自己死掉 谁管我咧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 听了这个 看了这个影片 也会想到 身边一些贪心的人 一直吸干你啊 就是不公平的事情 发生在你身上 或者可能你自己觉得自己有一些贪 然后要去治改 所以管治在 对 也是有 所以这个话题非常激动 讲得很激动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英国的根源 对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讲 可能我们会给人家骂 因为今天的影片 会有很多人不想听 因为我讲了很多真相 但是没有办法 所以我就是 我们做我们自己 你们做你们 就是这样子 所以大家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我们影片 记得帮我订阅 按赞分享 还有在下面留言 你对这支影片的看法 还有你还想要 知道什么话题 什么主题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们都会看咯 还有不要忘记记得 Follow我和Simon师傅的IG 还有我们对眼龙兽的官方IG 还有basebook 因为呢 我们会时不时的 去更新我们的神学智慧给大家 还有会在直播跟大家互动哦 所以大家 我们即使满行对眼龙兽 每天晚上7点 主持发布影片 每天晚上7点 主持发布影片咯 拜拜